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炖什么汤最合适呢 那一定是这款冬瓜海带炖鸭子汤 亲爱的好看视频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钱师傅 今天我来分享他的超简单做法 首先把鸭子剁成大块冷水下锅 加入适量料酒进行焯水 一定要选用这种比较厚的海带 提前给它泡发去除多余的咸味 然后给它改刀切成块放入盘中备用 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在广东炖冬瓜汤是不需要去皮的 只不过这里是姜苏 很多人吃不惯 所以把皮去掉了 再切几片生姜备用 鸭子烧开以后煮一到两分钟 然后到处给它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浮沫洗掉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植物油 这一步我们要把鸭子给它炒一下 先把生姜放进去给它煸炒出香味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去除鸭子的腥烧味 炖出来的汤才好喝 生姜煸炒出香味以后 下入清洗干净的鸭子 保持中火炒两分钟左右 炒出鸭皮的油脂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提前烧好的砂锅开水里面 锅里的油就不要了 我们只要把里面的鸭块捞出来就可以了 加入两条小葱增加清香味 烧开以后呢 给它转小火炖煮20分钟 然后下入冬瓜和海带 继续炖煮30分钟 好 现在开始调味 可以加入适量胡椒粉增香 再来一点盐增加底味 加入一点鸡精增加鲜味 再加入一点味精 当然担心鸡精味精中毒的也可以不加 一道非常简单美味 特别适合夏天的冬瓜鸭子炖海带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点个赞再走呗 你点了吗